第四千零三十一章 奈隆真人的妙记 与此同时蓬莱仙岛 这里是奈隆真人洞府 然而如今却被与外天魔重重围困住了 天魔大军依旧是近百万之多 数量以进攻仙道蒙的相差仿佛 但质量却明显要胜过许多 无他 这里可是虚无魔君亲自作证 俗话说 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不共戴天 上一次预外天魔入侵灵界 以失败作为结果 而虚无魔君的爱惜 更是因为奈隆陨落 他心中自然恨奈隆入骨 否则也不会主动请应 率兵围攻这小界面了 本意就是想将奈隆真人生心活捉 然后好好折磨 从而言之 不让他轻易陨落 然而想法之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 奈隆真人就根本不在此处 并非不在洞府 而是根本不知去向 可怜虚无魔君气质汹汹而来 这下子却仿佛一拳打在空处 得知这个消息当真是瞠目结舌 当时都差脸气得吐血啊 懊恼之下还颓废了好久 否则他若是一开始就率领大军出征 奈隆界根本就无人可以抵挡 说不定早已落入他手 就这样过了很长是一段时间 虚无魔君才从奈隆真人不在打击中恢复过来 他听到奈隆真人已经娶了爱妻 他的心中那是欢喜鼓舞一极啊 俗话说 以夜还眼 以牙还牙 当初我夫人因为你而隐落 这一次我一定要杀你的老婆 让那同镇人悲伤痛苦 于是他亲自率领大军来围攻蓬莱仙岛 事如获如 很快 外围的修监者势力就被扫除 那些家伙根本不开一击 虚无魔君的自教编带着笑意 想象着自己很快就能达到目的 然而接下来等待他的确实迎头痛击 蓬莱仙岛哪是普通的地方可比 且不说千千仙子的实力 避着一个九真抚摸大阵 便让天魔大军止步于那里 虚无大怒亲自出手 然而急躁之下 不仅没有将此阵法给攻破 反而被斩去离弊 虽然这样的损伤对来说不值一提 消耗点真元就可以掌出新的手臂 但心中却是充满了郁闷与憋屈 显得虚无魔君英明神武 何时受过这样的挫折 不过这家伙也非普通人物 奴归怒并没有再冲动什么 九人抚摸阵又如何 滴水穿石道里大家可都听说过 不过是多花费一些时间罢了 区区一个破烂的阵法 难道还真能将本魔君挡住吗 他让的想法原本是对的 奈何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种真人回来了 而且刚让人无语的是 那种真人堂堂三界顶级大能 却卑鄙无耻 就那邻居来说 也不过是偷袭魔人城主 主要是靠实力去胜负 而那种真人呢 这家伙回来是回来了 却根本没有卸身 而是偷偷摸摸的 来到了域外天魔的军营 赶紧烈落的灭杀两个魔尊 难弄这人的实力那是彪害无比啊 普通杜杰期的域外天魔 根本就接不了他一击 更何况是偷袭呢 当时甚至都没有人发现 那两名魔尊陨落 第二天才发现 这两个倒霉的家伙 魂归地府 虚无魔君大怒啊 然而找不到凶手 也是无可奈何 隐隐也猜到了 那种真人回来了 不过这家伙也太无耻了 不敢去找自己这个郑主 却欺负羞为较低的手下 这家伙哪有一点高手的风范呢 当晚虚无魔君下令 严加防范 然而没有用途 那种真人 哪是普通手段防范的助的 当晚又有两名魔尊陨落 依旧是一点生息也无 虽然这一次发现的较早 但那种真人早就逃之夭夭 第三天如此 第四天亦是如此 虚无魔尊气得破口大骂 问题是那龙真人根本不在呀 我心我素 偶尔被发现了 也毫不在乎 掉头就跑 以他的实力一心讨顿 别说虚无魔君了 就算再来几个同级别的 欲爱天魔 也根本拦不住 虚无被气得是 壮详心都有了 但那种真人呢 就是这么不讲规律 你又能如何 有本事 你又让学样好了 虚无倒是也想 问题是根本做不到啊 那种真人的老婆朋友 全部在蓬莱先讨 想要偷袭 除非先将九真抚摸阵攻破 可如果真的做到这一步 他又会傻乎乎的 在这做什么呢 换句话说 虚无魔君已陷入两难的境地 留在这里 拿那龙真人物可奈何 可就这样退兵 又不甘心 为什么说 会说到退兵呢 几乎每天都有魔尊陨落 欲爱天魔 已是人心惶惶 尤其是那些魔尊 简直已经魂不守舍 前些日子 甚至出现了临阵脱逃的 虽然被虚无魔君追了回来 施以严惩 杀鸡儆猴 但事情依旧是没有办法恢复 从那些魔尊 躲闪的眼神 他就知道 他依旧还是打算逃走 想要制止这势头 光靠杀鸡儆猴 已是没有用处啊 除非是能够将 那龙真人的偷袭破除 哪有那么容易 面对那龙真人 无暇陷地偷袭 别说自己 就算是真心临时 也非挠头不可 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而事情到了这里还没结束 接下来的偷袭 那龙真人变得更加没下线 这一次 他没有针对魔尊 而是普通的玉外天魔 这家伙悄悄潜伏进来 直接扔了好几个大分为的法术 普通玉外天魔自然是分毫抵抗之猎物 就一下子陨落了数千之多 第二天如此 第三天 意义如是 任由那龙真人这么无下心偷袭 只需要短短几百天的时间 就可以将自己的百万魔君 灭杀殆尽 虚无魔君气得想挑和 见过无耻修监者 没见过谁无耻到这种程度 总算明白古语 为什么说 宁得罪君子 莫得罪小人 尤其是小人的实力 还是三界顶级 那简直是噩梦一般的东西 他心中是千般不甘 万般不悦 却也不得不撤离 否则这百万魔君 自己就能够崩溃去了 然而噩梦并没有止步于这里 南龙真人 没下线是有目共睹的 想走哪那么容易 这家伙继续掉在 玉外天魔的队伍后面偷袭啊 第四千灵三十二章 灰飞烟灭 俗话说 杀人不过头顶地 然而那龙真人的无耻 却是超越大家想象啊 不依不饶 百万玉外天魔 这路上硬是被他 折腾得快要 精神崩溃地步了 虚无魔君纵横百合 经历过的大风大浪数不胜数 然而此时此刻 却是拿他无可奈何 当一顶点高手不要脸皮 那当真是具有难以想象的杀伤力 他也想过将其救济 设服将南龙真人灭杀于这里 比如说 多人伏击 再动用一些阵法禁制 问题是南龙真人无耻归无耻 实力却是真的令人不可小视 这一点 虚无魔君也不敢有分毫大意 想要困住南龙真人 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需要的阵法等级 恐怕要能与九阵浮摩大阵相比 开玩笑 上古禁制虽多 九阵浮摩大阵 却能够排进前五 那需要多年四月的陈迹 绝非可以以错而就的东西 所以九阵浮摩大阵 用来守卫彭来先导可以 但却是根本不能够移动的东西 想要在刑警途中 摆出一座同样厉害的进制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别说虚无魔君做不到 就算飞天魔祖复活 一样只有望阳心他一说 总而言之 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临时能够布置的阵法 虽然也有威能不俗 但相对于耐龙真人 这种等级的存在来说 就以一个笑话差不多 根本没有用处啊 所以虚无魔君想要将其救济 将耐龙真人灭杀于这里 也是注定不可能完成的 心中憋屈 但说实话 这真不是大的错 并非虚无没有用啊 而是耐龙太过无实 完全不存在下信这种东西 任对方怎么叫骂 都不在乎 反而躲在暗处 洋洋得意 虚无有气没处使 脾气变得是暴躁已急 对于手下经常动则打骂 有一天激愤之下 居然失手杀两名摩尊 这下子可捅了骂蜂窝 虚无是预外天魔身份 最为珍贵的七大首领之一 没错 也是耐龙界所有天魔大军的统帅 但不管如何 也不能这样为所欲为 杜杰级别的摩尊 可不是蝼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与势力 岂是说击杀就能击杀的呀 若是他们犯了错 虚无自然是有权力惩处 可仅仅是因为心情不好 就暴躁迁怒 这无的如何 有些说不过 岂不说两名陨落 摩尊的不足不满 就是其余活儿的摩尊 也起起发难 吐死忽悲啊 堂堂杜杰级别天魔就这样陨落 谁能够心服 加上这些日子的经历 郁闷憋屈 可不仅仅是虚无一个 其余的摩尊 又何尝不是心情烦躁 神经都紧绷着 精神几乎到了快崩溃的地步 尽管嘴上不说 但他们内心深处 其实都有些痛恨虚无 本来他们在古摩尖 失误破终 一切都好好的 若不是摩军大人 要报杀气之仇 非要来这该死的界面 招惹奈隆 他们怎么会落得如此地步 都是虚无摩军的错 而这件事情就成了导火索 这手下居然敢来找自己麻烦 虚无不仅没有认识到不妥 将他们安抚 反而暴跳如雷 这不稀奇啊 修行界原本就是以强者为自 欲爱天魔尤其如此 自从非天魔族陨落 虚无就一只七只惯了 哪能容下不想让自己责问呢 然而俗话说 太刚一辙 那些魔尊原本心中就是 由怨到极处 如何还能忍得住 虚无摩军嚣张把扶 于是他们也爆发了 一番大战 虚无摩军也当真了得 近百名魔尊都挡不住他 被其一口气灭杀得近半之多 头领弯打坐一团 下面的欲爱天魔 自然也不会眼睁睁看着 也一起动手 于是自相残杀呀 死伤无数 难容真人 见了不仅丝毫愧疚也无 而且是在易容 脸形之术 冲上去身风点火 看他打得不够激烈 就冲上去捣乱啊 调缝 结果欲爱天魔这场内乱 足足持续了一天一夜的功夫 打到最后 除了少数几位魔尊 见形式不妙逃走 其余的进阶陨落 然而灭杀他们的不是别人 就是虚无啊 自己将自己的部下 杀了个心灵八落 虚无魔尊都要欲哭泪了 冷静下来的他 望着震满木窗椅 心中的悲凉 真是无可言喻 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会落到这般境地 你说如今是实力不及 打不过对方 还想得通啊 问题是不是啊 这次全军覆没 当真是稀里糊涂 连耐龙真人的面都没见着 对方实在是太无耻 虚无魔君心中 挖凉挖凉 只能大声咒骂 说耐龙胆小如鼠 不敢与他正面决战 不曾想这一骂 还是把耐龙真人骂出来的 别误会 耐龙真人可不是一时头脑发热 这些几句诅咒 又算得了什么 他之所以这么做 那是有原因的 如今百万魔君 已经是灰飞烟灭 剩下几个残兵败将 丝毫威胁也无 而虚无魔君 虽然将那些反抗的魔尊 杀得大白亏书 但自己也不好过呀 毕竟他这次 可是同时对上近百名 杜劫级别的玉外天魔 俗话说 杀得一千 自损八百 所受的伤暂且不提 经过那一夜的战斗 他的法力已所剩无几 南龙真人这个时候站出来 却是洋洋得意 双手插腰 将头高高扬起 还做了一个自认为很帅的甩头发的动作 一声牵咳 是个扎不可辱 虚无你骂够了没有 难道你只会耍嘴皮子功夫 你不是要与本帅哥决斗吗 好 我出来了 如你所愿 就与你公平打胜一场 让你输得心服靠佛 听了南龙真人挑战之语 虚无魔尊直接愣在原地 这叫公平 回你说的出口 但事已至此 指责南龙没有用途 对方是毫无下限 而且他心中真的是憋了一股火 毕竟落到这般田地 都是因为掉入了南龙的陷阱 恨不得将对方抽筋扒皮 于是他不惯自己的伤势 有没有来得及处理 法力也消耗了尽半有余 大吼着向南龙真人冲了过去 第四千零三十三章 倒霉的虚无 结果可想而知 虚无魔君若是神丸弃足 对上南龙谁胜谁负还不好说 但在如今这种状态 可以说丝毫血涅也无 不仅没有出气 反而 还得南龙真人一顿暴打 鼻心脸肿 说伤痕累累也不为过 在浑身疼痛中 虚无魔君清醒了 血气之勇 解决不了问题 自己现在这种状态 与那龙放对 根本就是自取其辱 别说报仇出气了 一个不好 还会将小命送在这 这种情况自然是 他不愿意看到的 俗话说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自己忍一时之气 翻盘的希望 才能够把握在自己手里 于是他冷静下来 不再与奈龙应拼 而是施展秘书 准备携地抹油 逃之夭夭地离开此处 这种情况 以奈龙真人聪明 自然是早有预料 但无可奈何 就想先前自己偷袭 对方唯有跳脚生气 眼前也是一样道理 诚然 虚无魔君已身受重伤 可实力到了他这个等级 保命秘书 那是玄妙无比 一心想逃 同阶存在 根本拦不住 不过奈龙真人 可不会轻易放弃 既然料敌心机 他的周围 可是布置了好几个禁制 诚然 这种临时法阵 肯定是困对方不住 但就算是恶心下对方 也是好的 而且虚无 现在的状况 实在是不妙一极 冰沟里翻船 也不是不可能 于是奈龙一边出手攻击 嘴巴还在 狂损对方不已 奈龙没有破口大骂 问题是这家伙呢 就有弃死人不偿命的本事 平平在意外天魔的大首领中 虚无又是心境修养最差的一个 脾气最是暴躁易怒 于是这样可好了 他明明已经打定主意逃走 却硬是被奈龙真人气得 手脚冰凉 忙中出错 虽然只是一个小错误 但俗话说高手过招 只争好理 于是这家伙惨了 被奈龙抓住凉机 硬生生斩下一腿一臂 漫天血雨 虚无又痛又怒 这才明白自己在不知不觉间 又找了奈龙的道 满腔怨毒啊 但也终于下定决心排除外物 是让秘书一心只为了亡命而逃 这次奈龙真人也无可奈何 不过他已经是取得了令人辉煌战果 没什么好遗憾的 悠哉悠哉的准备回归东府 很快就到了 等待他的是众人的欢呼 千千仙子的笑容更是令人心醉到极处 奈龙快扑上前 露出阳光般的笑脸 正准备给爱妻一个拥抱 俗话说小别胜心的婚呢 更何况自己如此英俊神武 对师小技就让百万域外天魔大军灰飞烟灭 妻子还不当自己是英雄 正准备享受对方崇拜的目光 却莫名其妙的有了心头灵兆 须致实力到了他这个等级 危险来临前 心头灵兆可是准确无比 但不可能 虚无已经是落荒而逃 远走他乡 至于其余的预外天魔 更是七零八落 魂飞魄灾 这种时刻 谁能够威胁到自己呢 难道说 南龙这人的反应 很是迅速 抬起头颅 随后他便注意到了 千千仙子温柔的目光中 有杀鸡隐藏 别误会 这绝对是千千仙子没错 他并没有被预外天魔夺蛇 那他为何 答案很快揭晓了 在千千仙子旁边 站着一妙龄少女 姿容艳丽 然而此时落在奈龙真人眼里 却觉着刺目一极 八卫仙狐 他怎么这么快 就被千千仙子发现了 奈龙的心开始打鼓 他可以视百万大军为无 然而在千千仙子面前 却一点反抗的本领也无 俗话说 毒水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啊 奈龙 你长本事呢 千千仙子笑夜如画 给了奈龙一个拥抱 然而却在他耳边 小人传音道 不是 老婆 你应用我解释 不应解释 该说的 他得给我讲得很清楚 奈龙啊 你还真是越来越有能耐了 啥也别说了 一会儿回去 给我跪催衣板 三天三夜不许起来 于是 面对域外天魔 所向平民那龙真人 立下不是七宫的英雄 回到蓬莱仙岛后 却并没有受到鲜花与灰雾 而是跪催衣板 如此变故令人戏剧 而蓬莱仙岛战役 也宣告结束 不管那龙真人 跪催衣板 跪了多么辛苦 虚无魔尊的下场 都是比他悲惨许多呀 百万魔君 那是毁于一旦 而且还是自相残杀的方式 甚至连自己 都受重伤到 无以复加的一步 虚无魔君 简直想哭 心中更是将 奈龙真人 恨之入骨 偏偏却拿对方 无可奈何 经此一议 此小界面 玉外天魔的力量 遭受重创 从理智上说 应该寻求帮助 但他羞于这么做 玉外天魔的几位大周灵 本来就是勾心斗角 自己落得如此下场 还向他们求助 非成为他们 口中的笑柄不可 他不这么做 决定靠自己 大不了回去 从天外魔狱 多抽掉一些兵力 无论如何 此抽也非保不可 然而 乌道偏逢连夜雨 被他半途的时候 他得到了一个 让他眼冒金星的消息 不仅自己这边 大败溃书 百万魔军 溃败陨落 自己手下的大将 也是一样 他派摩颜城主 率兵威攻仙道盟 不久前 也全军覆没 虽然多少 也逃出来一些 但损失却是惨重一击 得到这个消息 虚无魔军 觉得是乌雷轰顶 差点当场晕过去 怎么可能 铁合骨一 那林小子 那是名不服食 不过如此 劲道盟的其他修士 也没什么了不起 什么黑熊王 东宇先皇 不过是 逆速指虎 当场被自己宰了 这些年 传回来的消息 也是如此 围攻 运踪总舵 虽然有些受阻 但破程 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对方根本就 没有回手之力 怎么可能 莫名其妙的 落到这个结局 难道是 传言有误 乃龙真人 故意找人骗自己 他曾经有这样的怀疑 可很快 就得到了准确的消息 毕竟纸包不住火 而且这样的胜利 林军从来 没有打算隐瞒过 这下 虚无魔军 真是吐血了 原本就是受众伤难治 这下子又气了个半死 第四千零三十四章 云中再现 乌龙偏逢连夜雨 他做梦 也没想到自己会混到 如此悲惨的境地 堂堂欲爱天魔的大首领之一 居然惶惶然如丧家之泉 这种事情若非亲身经历 他便是做梦 也决然是想象不到的 郁闷是唯一的形容词 心中对耐龙真人 更是恨之彻骨 然而 那又有什么用处 事已是此 再大的怨念 也不过是徒劳罢了 但他不会心服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大不了自己回去 先困手总舵 付出点代价 让空间节点变得更大 等援兵补足 随后再向耐龙 发动第二次进攻 这回他绝不会冲倒覆辙 一定要将耐龙抽魂八股 他带给自己的懊恼痛苦 百倍千倍的 让他长回回来 虚无魔君 摇牙切齿 脸上满是疯狂之色 此时此刻 他与耐龙同归于尽的心都有了 然而 李志告诉他 就算拼命 意不可得 如今要的是忍耐 是折服 当务之急 是回到总舵 将商养好再说 然而 就在这时 一便呼起 事先半分钟绕野屋 一道黑光呼啸而起 速度进急 前一刻 还在天边 傻眼间 已经掠到眼前 危险 虚无魔尊 瞳孔微缩 但他反应也是十分的迅速 袖袍一服 稳稳摸气呼啸而出 化为一巨大的拳头 像那黑光砸落 巨响声传出了耳朵 二者轰然撞在一起 刚风四射 整个天地呢 都仿佛变成了混沌状态 虚无魔君眉头一条 来者的实力当真不俗 难道是耐龙真人派来的追兵吗 这家伙好狠毒 将自己逼迫到如此地步 居然还不打算 善罢甘休吗 虚无眼中闪过了一丝怒涩 但很快表情 又冷静下来 不对 刚才的攻击虽然犀利 然而所蕴含的天魔器 却是纯净一息 别说灵界的修仙者 便是真魔十足 亦不可得 换句话说 对方不可能是耐龙的手下 而是御外天魔 那么答案有两个 要么是那些被自己击溃的 魔尊贼心不死 想要趁着自己的状况 不妙偷袭 要么就是其余的 大首领得的消息 想要趁人之威 将自己灭杀于这里 这话听上去不可思议 但却是极有可能的 须致 御外天魔的西大首领 表面上合作 然而暗地里 却也是勾心斗角 彼此之间 有着不小的嫌隙 而他与那摇灵王 可是死敌 同七竅王 魔龙王之间 也是有不小的嫌隙 若他们知道自己 落到这部田地 落井下石 派人来追杀自己 那绝对是大有可能啊 无耻 虚无悲愤一急 还真是龙游 浅滩瘦家戏 火落平洋 被拳击 但自己也绝不是 那么好对付的 想要自己的命 哪有那么容易 何妨受备 给我滚出来 敢偷袭本魔君 我要将你抽魂炼破 虚无咬牙切使的声音 传入耳朵 脸上满是猙獰之色 唉 回答他的 竟是一叹息声 而里面 隐隐充满了 怜悯之意 虚无 别在这里 斯林的人了 没想到你 也会落到如此地步 可以有个 后悔当年的选择 花音未落 一朵黑色莲花 在虚空中 徐徐绽放开来 一心心束手 撕破黑暗 一美丽的黑少女 露出她的容颜 眉如远山 隐隐偷出了一股俊朗之气 皮肤白细 在黑衣的衬托下 更显得美丽 这些握着骑行兵器的女子 就仿佛死身降临到了这儿 哲义 是你 对方明明只是落节中期 然而虚无的表情 却是如临大敌 仿佛那些后期存在 也远远没有办法相比 你为何会在此处 是云中仙子派你来的 不对 我虚无就算今日 落难受阻 也不是你一个人 可以应付的 秦妍呢 他为何不愿意 出来见我 虚无一边说 一边放出神识 很快地锁定某地 右手正欲抬起 耳边却传来一声叹息 虚无 你还如此执迷不悟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那声音轻烈 听上去仿佛天上的黄黎 随后就如同将一枚蛇子 掏下小壶 搅动了漫天的天地元气 变得混乱一级 全部朝着一个地方汇聚 而在那刚风凌厉之处呢 却走出一妙灵少女 白衣圣雪 皮肤吹淡可破 反复那云中天女 回身上下没有一点瑕疵 秦妍 是你 你是如何知道本尊行踪的 虚无愤怒之余 又几分惊奇 他这一次大败魁叔 那是身为自己大义 所以这一段逃跑的旅途 是小心一急 欲情于理 行踪都不可能泄露的 你当我会说吗 秦妍的脸上露出一丝嘲弄之色 当初你们是如何许诺于我 当空间几点打开 却气我如草剑 真当本仙子好欺负 只有你们鱼肉的 那又如何 虚无魔君表情依旧是猙獰 而凶恶 人归有自知之明 秀凭你一个乳超未干的小丫头 难道也想要做我们的 欲外天魔的大主领吗 你当自己是什么 飞天魔祖 那是你哥哥没错 但你自己却不配 出来后面 虚无魔君脸上满吃嘲弄之色 所以你不要怪我们的食言而肥 是你自己实力不配 欢迎威乐 一道黑色流光却在眼前闪现而出 却是一旁的折翼仙子忍不住说 姐姐 何必与他啰嗦 这家伙既然执迷不悟 这让他用小面作为弥补 一声巨响传入了耳朵 黑光如流星一般坠落 虚无脸上的表情却是淡淡的 哼 想杀我 就给你们两个 未免也是太自不量力了 是不是自不量力 总要是个才晓得 秦人丝毫不为所动 玉手一扶 灵光闪烁 赤裳黄绿青蓝紫 七柄仙剑 从衣袖中于幽而出 散发着完全不同的颜色 亦代表着迥然相依的法则 虚无物同孔微缩 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之色 七彩天魔剑 你竟然已经是炼成了 怎么 道友可是后悔了 秦人的声音比百灵还要动听许多 后悔 带本摩尊将你们两个抽回练破 再教教你们后悔两个字 究竟是怎么写 第四千零三十五章 高手云集 对于两女 虚无心中虽然也是有那么一点鸡蛋 但真的要说怕 却言之过早 这一路被那龙真人算计欺负 他心中一憋着一股怒火 秦贤二人如此不止死活 他又怎么可能退避呢 一声大喝 滚滚摩起从他身体表面浮现而出 最后虚无整个身体骤然变大了百味有余 化为了一巨人模样的东西 不 说巨人太过牵强了一些 因为这家伙的身体表面 竟然长出了千手百足 比起人类的形象来说 更像是一可怕的怪物 虚无 这就是你的身正面目吗 废话真多 你们敢视本魔君为物 就是拿自己小命来偿回好了 那怪物大声咆哮着 胸口一阵模糊 居然是浮现出离巨大的嘴巴来 血本大口张开 天火流星从里边喷波而出 没错 那黑色的利芒 真的像是流星一般 美丽而璀璨 但一颗就足以一山倒海 虚无是动得真火 下定决心要将二女 灭杀于此处 她能够如愿吗 没有人晓得 秦颜宇那哲义仙子也不是弱者 竟然敢去截杀此魔 于情于理啊 肯定也是有几分把握的 秦颜宇手一摆 乳白色的摸器 从她的指掌间翻腾起来 阴晕雾气 仿佛云中天女 至于那位叫做哲义的少女 则无声无息 引入了浓密的黑暗里 两人一进一动 配合的却是浑然天成 丝毫也不留痕迹 下一刻爆裂声大作 这一切 林轩并不晓得 此时 她刚刚收到那种真人的飞剑穿铸 得知围攻蓬莱仙岛的天魔大军 全军覆没 林轩也是瞪大脸柱 大哥果然了得 须知击溃对方容易 想要将上百万的域外天魔剪除 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也不知道大哥怎么做到的 林轩心中佩服不已 却万万想不到 在他心目中 高大上的耐龙真人刺客 倒霉一击 正跪在灰板上忏悔呢 卢水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 耐龙真人实力再高又如何 在千千心子面前 还不是见了猫的老鼠 这一切 林轩并不清楚 得到耐龙真人的飞进纯书 他现在可是忙了一趟糊涂 接连两场大劫 足以改变耐龙界修监者 与域外天魔间的力量对比 这种时刻呢 最容易收复尸体 扩大战果 如此好的机会 林轩岂会错过 亲自率领先到萌啊 四面出击 蚕食域外天魔的领地 整个过程 那是顺利一级啊 如今的预外天魔 不仅元气大伤 且互不同属 各自为战 很容易就被林轩 集中优势兵力击破 说一窥千里 也没有错呀 如此顺利 不止让仙道盟 欢欣鼓舞 整个修监界的士气 都提升了很多 人心可用 林轩已在 筹谋着 进攻虚无魔君的大本营了 若是能够一战而克 好处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此时非同小可 林轩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于是派人去旁来 先到林轩大哥 乃龙真人的声望实力 都非同小可 若有他主持大局 则大势成疑 云隐宗总舵 这是一处大殿 奢华已急 充满了洪荒古墓的气息 但却呢 却是颇为隐秘 周围更是尽之遍布 还有大量的修仙者 或明或暗的守卫者 大殿中坐着数百名修仙者 男女老幼不宜而足 但每一个的法力 皆是精深到极处 最差的也是分之后期的存在 今天来到这里的 不知有先道盟的高层 还有各门各派的长老级的人物 或者移动之主 或者散仙中的前辈人物 总而言之 每一个都是大名鼎鼎 不敢说囊括了耐龙界所有高手 但也有尽小半棋举此处 林轩如今的声望 那是一时无量 如今他高坐在主位之上 这次英雄大会 乃是林轩召集的 目的便是结合各门各派之力 一起进攻玉外天魔 在耐龙界的总舵 将对方的大本营拔除 一旦没了总舵 玉外天魔再凶恶 也就是乌根的扶平 而最关键的一点 在虚无大本营里 有更大的空间通道 通过那个空间节点 可以与天外魔玉相连 天魔的援兵啊 也就可以源源不断的 从那里过来 只要将对方的总舵攻破 这个空间通道 自然也就可以给他毁了 如此一来 府邸抽薪 在于十日 有望将所有玉外天魔 全部赶出耐龙界 当然这是最好的结果 中间肯定有许多波折 但不过如何 总算是看见希望了 所以在场的修行者 士气都是很高昂 欢迎各位道友光临此处 多余的话 林某也不多说了 只希望接下来的四月里 大家能够同心同德 将玉外天魔赶尽杀绝 彻底驱逐出耐龙界 林轩清朗的声音传入耳朵 这些日子以来 他四处斩杀玉外天魔 已经一个月没有合过眼了 虽然修行者睡不睡觉 都没有关系 但如此强度的斗法虫杀 也绝非区区服侍几粒丹药 可以恢复的呀 林道友言中了 玉外天魔乃我等功敌 大家自然会尽心竭力 你须眉皆白的老翁微笑说 不错 玉外天魔势大 横行无几 多亏领导友与耐龙前辈力挽光安 劫了我等之危难 在下不才 愿两位前辈马首实战 另一大汉也抱拳行李 其实他意识度约系 按照修行界的规矩 是可以与林轩平备论交的 但经此一意 世人都知道普通杜绩期修行者与林轩 蓝龙真人等的差距 究竟大到何种地步 于是他自称晚辈 众人也是感觉到并不突兀 而这还没有结束啊 众修士赞成支持的声音 此机彼伏 林轩现在的声望 可是非同小可 多谢各位导游 林轩冲着四周抱拳 飞成意识带着笑颜 就这样过了大约一阵茶的功夫呀 一鸣身穿黑袍的修士 却迈步走了出来 此人的脸上 带着几分阴冷之色 遗憾就是让人觉着急不舒服 然而 这却是一位杜绩后期的修行者 他冲着林轩拱了拱手 然而却带着挑剔的目光 在下 黑风狗狗主 有一件事情 想要请教盟主 第四千零三十六章 目光如电 哦 道友请说 林轩表现得和颜悦色 虽然对方语气不善 但以林轩的称服 又岂会泄露出不满 静观即便 帮主欲进攻欲爱天魔的总舵 请问有几成把握呀 那黑风洞主继续 与其不善的开口 道友此言何意 林轩尚未表态 一旁的龙姓少年 已是怒法冲冠 这家伙明显是来找茬的 真是好大的胆啊 本冲主 这是想要了解清楚 难道也有错吗 恕我直言 盟主与耐龙真人 虽然是接连取得两场大胜 但都是有嚼劲的成分 且不言对方大意轻敌 而且是占了天使地利 如今攻守之势倒转 由我们去进攻对方总舵 这些有利条件 可全都不见了 而欲爱天魔的实力 依旧不可轻辱 百足之主 死而不将的道理 盟主应该心里有数吧 所以本洞主想问你一下 究竟有几成把握 那黑风洞主 阴阳怪气的开口 你问在下有几成把握 林轩终于抬起头颅 目光如定 仿佛直刺入对方心里 那我也想问问 何下来这里出音不逊 蛊惑人心 又是何居心 盟主所言 在下可不敢当啊 我不过是温朱心中的疑惑罢了 那黑风洞主 乌脸上毫无畏惧之色 莫非在下问到了盟主的痛楚 所以令你哑口无言了 真是个伶牙历齿的欲爱天魔 不过阁下有得来到此处 在下也是有些佩服啊 林轩拎着对方的个面孔 冷笑着开口 什么 他听中的羞是无不害人失色 随着哗啦声传入了耳朵 纷纷转过头颅 什么颅外天魔 葛下莫非要诬陷于我 那黑风洞主 勃然大怒 脸上的表情满是委屈 但林轩却是从中 嗅到了的一股忐忑之意 一闪即逝 但决然不会是错觉 林轩却是 犹若未闻啊 一声冷哼 嗯 缺缺欲外磨念而已 真以为自己会夺者的天意无缝吗 你不想承认 没有关系 林某自然会让你无所遁形 欢迎未落 林轩单手虚空一撞 黑风洞主 头顶灵光一闪 一只青色大手骤然浮现 快如闪电 向下一把抓去 那黑宝修是看得清楚 脸色又惊又怒 似乎没想到林轩却如此狠利 说动手就动手 丝毫脱离带着也无 指引他袖宝一甩 以黑色拳头在虚空中浮现 尸弱奔雷 向青色大手轰落 同时口中愤怒的声音传入了耳朵 无耻之徒 竟被戳到了你的痛处 就想要杀人灭口 各位道友 这姓林的就想要骗你们去做炮贵 大家切不可听他的蛊惑 还别说 在场真有不少修行者露出疑惑 情之旅林轩来说似乎不妥呀 然而他脸上依旧是一副淡淡的神色 但听轰隆一声巨响传出了耳朵 气浪飞舞 那黑色的拳头已化为了粉末 那青色大手不过是前进的势头 被阻了一阻 继续朝下方转落 如此结果那位黑风洞主 终于脸色大变 一咬牙身形跌着的一转 无数黑气漠然冒出 将其身形护住 最后几道乌芒 从黑血中一冲而出 化为蜈蚣形状的丑陋怪物 将其身形护住 林轩看得清楚 随便露出一丝激潮之色 右手抬起 驱之一弹 顿时 灵霞漫天 那青色大手消失不见 取代之的是 无数犀利的剑光映入眼帘 分漏如雨 朝着对方呼啸而去 叮叮当当的声音传入了耳朵 那些乌工虽拼命的抵挡 但根本就没有用途啊 很快就斩了个七零八落 黑风洞主脸杖 露出一次阴沉的阴毒 身形一动啊 就想要激测出大殿 他使用的神通也颇为了不起 来自传说中的横堵虚空的秘术 然而这次却成了扳门弄服 林玄秀袍一甩 他的秘术居然就横空啊隔断 最后立芒耀眼 挤到剑光当头一战 黑风洞主打惊失色 但这时候躲避 已经是来不及 在身体周围 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法则之力 让他在这一瞬间呢 法力竟然无法提起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间而已 但查日毫敌 十只千里 整个人已经被青色的剑光笼罩进去了 顿时漫天血雨 他被劈成两半 但几乎与此同时啊 一道淡淡的黑影 从死人身上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 就想要逃向远处 果然是越天魔 在场的修士齐声惊呼 对林玄大感佩服啊 他们没有看出任何不妥 盟主究竟是怎么发现的 不能让瞎伙跑了 你有站得近的修士技术宝物 然而欲爱磨念真的是古怪一极 乃是无形无质的 一般法宝秘术 根本伤不了他的本体 即便被击中了 也形若无实啊 眼看着要逃出这里 林玄太的口气 袖袍一甩 一团鸡蛋大小的火焰浮现而出 五色流离 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毁灭之气 混零天火 最后居然画画出了一行如 凤凰的鸣鸟来 虽然只有十许大乔 却是周而不凡呢 翅膀一伸 就来到了那道黑影的面前 最后居然一口将它吞落进嘴巴里 无形无质要如何 遇见的混零天火 还不止有陨落呀 灰飞烟灭掉了 这方既然是预外天魔 那刚才那番言语啊 显然也是在调不理解 这道理大家都清楚 所以林玄刚刚根本就没有多做解释什么 这种情况啊 那不用多费唇舌 直接将它灭除 一切就万事大吉 盟主真是神通盖世 也唯有你 曾将预外天魔的阴谋给破除 没错啊 盟主英明 我们院副纪委 供您取策 一起对抗预外天魔 一时间 欢呼声传入耳朵 刚才的阴霾一刺而空 林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谢各位道友的信任 刚才那家伙 随时预外天魔乔装打扮来挑不离间 但有一句话呢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也是要晓得的 就是进攻预外天魔总舵 我们究竟有几成把握 这里林某就说一说 不瞒大家 实诚肯定是没有的 但我们只要同心同德 林某有七成的把握 将预外天魔赶出我们的小界面 第四千灵三十七章 惊人礼物 智力有声 林轩的表情显得是胸有成竹 他确然不是在胡言论语 只是有一个条件没有想说 那就是如果想要有这么大的把握呢 除非耐龙真人与自己联手 才有可能 然而自己派去蓬莱先导的信使 却一直是音讯了无 按照常理来说 他早就应该回到此处 究竟出了什么变故呢 林轩一不晓得 百思不得弃解 而这一切 他此刻也没有明说 并非居心叵测 而是不想因此影响士气罢了 林轩与大哥虽聚少离舵 但对他的性格却很清楚 别看平时一副吊耳朗当神色 其实很是可靠 修魔君既一败走 蓬莱山呢 不可能有什么变故 也许是有事情耽搁 但围攻欲碍天魔 大哥不可能有缺席一说 毕竟他的声望在那摆着 这件事情根本就是自无旁贷的 林轩相信不会有变故 所以这影响士气的消息 也就没有拿出来说 七成把握 赛场的修饰厅了 脸上都露出了兴奋之色 富贵险中求啊 七成的几率已经超出 他们预计许多 所谓良机不容错过 这些年他们已经是 受够预外天魔的妻主 如今有机会将对方彻底赶出去 心中自是大为窃喜 也愿意随林轩冒一次闲 然而奈隆真人的消息 林轩不愿意提 赛场这么多修心者 却不可能人人都能忽略过去 以妙龄女子的声音 传入了耳朵里 林轩辈置用双拳 深谋远虑 我等自然愿意为您 马首实战 然而不知道奈隆真人 是何态度 若事实要他加入呢 成功率恐怕会更大一些 不错 奈隆前辈那里可有消息啊 若他也愿意前往 此事就施拉就稳 一时间 七嘴八舌的声音传入耳朵 雷轩心中叹息 此事果然糊弄不过去 正想着怎么才能够 说得违反一些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呼喝声 传入了耳朵 什么人 敢闯我余隐宗 然而话音未落 普通一声接连传来 显然那些人呢 已翻身塞倒了 林轩不由的脸色一变 与站在身后的 林同少女对望一眼 这里可是余隐宗的身处啊 尽至守卫数不胜数 便是后期存在 也不能轻易闯入 对方居然悄无声息的来到这 来者不善 而且好大的胆子呀 林轩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就听见尸牙一声 传入耳朵 那店门缓缓打开 一朵黑色莲花绽放开来 无声无息 充满了神秘 最后露出一身 黑衣的妙龄少女 眉入远山 隐隐厚出了一股俊朗之气 皮肤白皙 在黑衬托下显得美丽 这时一握着骑行兵器的女子 就仿佛死神临时 欲外天魔 如此结果让众羞是香骨失色 倒并不是畏惧害怕什么 而是惊奇 要知道此时大殿里啊 可是高手云集 除非虚无魔军亲临这里 大家或许还有几分顾忌 其余的欲外天魔 那根本就是自寻死路 像刚才的黑风洞主 是被欲外魔念多舍 这个样子被林轩识破 眼前的魔女 居然明目张胆来到这 这纯粹是脑袋有问题 强若悬殊 所以众羞士倒也不忙着 动手将她寝注 毕竟人都有好奇 他们也想好好看看此女 来这里究竟有什么目的 身处龙滩虎穴之中 那黑衣少女的表情 却不见一丝畏惧之色 反而抬起针手 目光在林轩脸上扫过 你就是林轩那家伙 她的声音清冷以及 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寒意 怎么 姑娘是来找林某的 林轩脸上一露出几分 差异之色 有些好奇 她确实没有见过眼前的少女 对方究竟是哪来嫡气 居然敢有恃无恐地 闯入运踪来 不错 我来这里 是受人指托 送予你一件礼物 这第二嘛 则是想要见见 大名鼎鼎的林某种 少女露露大方的开口 送我礼物 林轩越听越是惊奇 但对方的表情却不像是在故弄玄虚 但她意注意到对方所说的第二个问题 你想见我 却是为何 还有现在见到了 是否令仙子满意啊 哼 感觉一般罢了 也不知道那人为何要如此帮你 还有礼物 你拿去 此女说到这儿 秀宝一扶 一道黑霞飞去而出 轰隆一声巨响 传入了耳朵 却是一句 同观映入眼帘 在座修士瞠目结舌 这礼物未免太离谱 但林轩瞳孔未缩 隐隐猜到了一点 离左而起 向她同观飞去 胸袍一甩 关盖打开 一具尸体显露出来 虽然已经陨落 然而带个人的威压 依旧是非同小可 专心的几名羞耻 甚至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 虚无 林轩虽然仅仅是化身 与这位欲爱天魔大首领啊 是过了一面 但迟离到了她那个等级 是不可能假冒的 哪怕仅仅是一句残躯 林轩亦可以将她的身份辨识清楚 真是虚无 怎么可能 虚无魔君怎么会遗落 乃龙真人不是说 他仅仅是望风而逃吗 是谁杀这家伙 这太不可思议了 盟主千万小心 地方有诈 这个惊喜来得太大 众羞士们顿时炸开了锅 戏嘴巴舌 各种看板都有 其中不乏荒诞离奇猜测 好呢 都不要多说 同时 精神的灵压 游在身体上充天而起 众羞士只感觉空气 都仿佛变得凝质 这才变得老实 两个道友也请一步过来看看如何 林轩云淡风轻的说 虽然这个礼物有些礼服 但他什么大风大浪不曾见过呀 自然很快就平心静气 好的 盟主既有吩咐 在下自然从命啊 欢迎未落 轻笑声传入了耳朵 黑风妖女已经来得身侧 随后万小仙君也过来了 天鹅古一战 两人都曾与虚无交过手 此时让他们来辨识 那是顺理成章 两人走到近处 双双将神石放出 仔细搜索 不错 果然是虚无 嗯 这虽然是一句参蛆 但可以确认 他的原因已经回去 灰为烟灭 绝做不了假的 第四千灵三十八章 误会 两人意识杜结后期修仙者 若是障眼法 必定瞒不过他们 但眼前的虚无 显然已经陨落 二人的脸上不由地露出 大喜国王之色 恭喜盟主 贺喜盟主 这真是我耐龙界之福 在场的修是听了 虽然也是感觉到诧异 但更多的却是欢喜 谈官相请 不论人类还是妖族 脸上一跃动着 难以言语的喜色 修陨落 这意味着神吗 在场之人 又岂会不清楚 他可是欲爱天魔的七位 大首领之一啊 如今那龙界的欲爱天魔 全是他手下所统领的 如今既已魂归地府 那意味着此界面的欲爱天魔 以群龙无首啊 如此一来 接下来的行动 胜色会大增许多 如果说以前是有七场的话 那么如今 恐怕已是十拿九稳 这样的结果 大家怎么能不欢喜一极 这是比两场大劫 还要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 但欣喜之余 众修士心中就充满了疑惑 虚无是怎么死的 那龙真人已经说得很清楚 他虽然将百万摸军都打败掉了 但虚无却从他手里逃脱 林盟主又没有出过手 而除他们两个人 谁还有这儿的本事呢 要知道虚无可不是普通的后期修监者 一般的领域强者在他面前 也都指尼素指胡 九位真魔师祖之一的化魔 可是在他手里遇落的 放眼此界面 除了林轩与奈隆 谁还有可能杀了虚无 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人都将目光啊 落下了身穿黑衣的神秘少女 难道是他吗 可此女一时欲爱天魔 而且仅仅是斗劫中期 这怎么可能呢 疑惑归疑惑 这一次却没有人贸然开口 毕竟此刻在大殿中的修监者 不是一派之主 就是修为今生的前辈人物 每一个都老金巨黄 这种事情何必自己出头 林轩一时盟主 自然呢 也应该由他来解开疑惑 独奇七老怪物们 一直气势惯了 但也分场合 该低调的时候 他们一个个也会住口不言 这道理 林轩自然心里有数 他也没有想过 要推写责任什么 于是一手俯额 纯吟着开口 心思大理 林某真是受众若惊啊 但想必虚无并非仙子所勤 不知他隐落在何人手里 还望仙子告知 对方虽是欲外天魔 但送的这份礼物 着实非同小可 林轩自然 也会以礼相待 表现得客气急 毕竟能够宰掉虚无的存在 肯定了不起 林道友 你又何必明知顾问呢 黑衣少女确实叹了口气 脸上带着几分不满之意 明知顾问 不错 我 即使愿爱天魔 我家小姐的明慧 想必林道友 你真的猜不到吗 还是故意装傻 这话听上去有几分 挑不离间了 仿佛林轩勾结 欲外天魔 当然 在场的修饰 没有人会这么想 林轩可是列挽狂澜 与耐龙之人一起 为耐龙界 开创了胜利的局面 他勾结 欲外天魔 那岂不是说教啊 俗话说 龙生九死各不相同 即便是 欲外天魔 想必也不会是 全都穷凶极恶 林王主交友广阔 也许便认识那么一位 忠修是如此想着 然而林轩下手 月儿与欧阳勤心对视一眼 表情则变得有些古怪 仿佛隐隐 还有几分不快 这不稀奇 两女啊 亦是林轩的爱妻 对夫君的事情啊 自然是很清楚 欲外天魔 千里迢迢来给林轩 送上一份大礼 方言三界想来想去 符合条件的人 也只有一个 云中仙子 只是这秦言究竟是怎么想的 人界知识 夫君待他不薄 可十万大山 他却翻脸无情 对林轩 喊打喊杀 好 你要恩将朝报 那也随你 可一转眼 又送上这么一份大礼 反复无常 知道的是哪一出啊 说有阴谋吧 也没有拿虚无魔君 作耳的道理 说他想要修复关系 却连面都不愿意一路 这是派人送上这么一份大礼 总而言之 这秦言行事 那是莫测诡异 不止秦心不喜 连育儿心中 也带上了几分戒备之意 但不管如何 私下里可以给夫君说 在这里 两女却没有多口 而连他们都可以猜到 此事是秦言所为 林轩作为当事者 又怎么可能想不到这些呢 心中苦笑不已 这秦言究竟玩的什么把戏 人家的时候就与自己若即若离 如今更知道了敌有难辨的境地 但不管如何 虚无魔君陨落 于自己 于修仙界 都是有无尽的好处 所以林轩也就暂时将自己 与秦言的恩怨抛到一边 拱手抱拳 哦 原来是他 还请先自回去 回复你家小姐 就说此得林某铭记于心 若有机会 一定会报答他的 仅仅是报答 那你要如何 林轩被这个问题问得一愣一愣的 他与秦言是敌是友 都是洗礼活动 话自然也只能是说到这一步 哼 男人果然没有什么好东西 也不知道我家姐姐为何要帮你 那天魔少女不满一击 妄想林轩的表情满是鄙夷 冷哼一声 悄然远去 你 林轩无语 倒不是因为此女态度 而是她这么做 太荣耀地误会了 这不底下数以百计的修仙者 妄想自己的表情都充满了玩味之色 虽然嘴巴上不说 但他们心里怎么想 可是不难猜测 林某主果然了得 不愧是耐龙真人的结拜兄弟 那是 听说她已经有好几位双修道旅 没想到还招惹上了意外贴魔 也不知道她招惹是哪位魔女 连虚无魔君都在了 若是这位盟主大人继续花金下去 下场肯定是悲惨一击啊 哈哈哈哈 那是 林轩的神识强大一击 笼罩这么一座大殿自然是轻松惬意 于是一些修饰传音若密 也被她听在耳朵里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气了个万死 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事 然而到底是这样没错 林轩却是没有办法辩驳清楚 误会 已经有了 自己越是解释 在别人眼里恐怕越是显得心虚 于是林轩只能是当做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第四千零三十九章 云中仙子的猜测 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林轩虽然心中会怒 但脸上的表情依旧是云淡风轻 自从踏上修行之路 他所经历过的危险磨难数不胜数 远前这点小误会 又算了什么 君子坦荡荡 林轩心中无愧 脸上表情自然不慌 一声轻壳 引导大家继续 好论怎样进攻 玉外天魔总舵 这一次重修士的热情 明显高涨了许多呀 可不是吗 虚无魔君陨落 接连两场大截 消灭了对方大量的有声力量 如今的玉外天魔 不仅群龙无首 而且元气大伤 此战胜算如何 根本不用多说呀 只要不是运气倒霉到极处 肯定能够一智而渴 想到可以将那些穷凶极恶的 玉外天魔赶出此处 在场的修饰 无不欢欣鼓舞 林轩分派任务 也就顺利到极处 与此同时 运踪外围 事已事已 耐龙界的局面 原本威胁无比 然而林轩与耐龙真人 挥来以后 却力挽狂澜 如今运踪方圆 数百万里 早已没有 玉外天魔的踪迹 天色有些昏暗 这里是一座 了无人计的荒山 说是荒山 其实景色也是很不俗 绿树成荫 路边的百花 也争其斗艳 只不过相对 其他地方来说 灵气很是稀薄 故而也就少有人来到这里 毕竟整个运踪山脉 绵延数十万里 这样不起眼的小山是数不胜数 根本就难以计数 即便负责寻拢弟子 等闲也少有来到此处的 然而今天在山顶之上 却多出了一座凉亭 新建不久 上面少有雕琢 显然是有人用巨砂成塔的法术 而临时搭进起来的 看上去有些突兀 然而一位妙龄少女 却凭空给这里增添了一抹绿色 诸欲为纯水作夫 秦妍依旧是这样 不是人间烟火 最后一朵黑色莲花 在凉亭边绽放开来 那名叫哲义的妙龄少女 从里边走出来 姐姐 我真不明白 你既然自己到了此处 为何要我去给那林小子 送这份大礼 那林小子乃是不是好歹之徒 你这样帮他真的值得吗 哲义 你今天的话也太多了 秦妍脸上露出不满之色 姐 你为何这么执着 我只是不想你再受伤害罢了 该怎么做我心里清楚 何况此举乃是双赢的选择 并非单纯给林轩送礼 惊言清朗的声音传入耳朵 解除几分高之莫测 你是说 怎么 现在才想到吗 哲义 你未免也太迟钝了 没错 虚无在我们手里陨落 进攻耐龙界的天魔大军 也元气大伤调 但若这样 九卿言胜利 以为剩下的玉外天魔 是投机挖狗 也太天真了 何况 秦妍说到这儿顿雷顿 虚无是否真的死了 姐姐 你这话何意 哲义仙子戴眉 微微的皱起 绝美的面容上满是惊疑 虚无可是我们亲手采的 袁英亿没有能够打脱 在你在飞天魔火中陨落 烧成灰心了 你怎么 俗话说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自己亲手灭杀敌人 还不确定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姐姐难道哪得有问题 别这么看着我 是你自己的想法 太天真了一些 俗话说 脚头三酷 我们是灭杀的虚无 但也仅仅是本体没错 谁知道这家伙 有没有修炼第二原因 或者化身之类的东西 情报虽不晓得 但据我猜测 这种可能性 实在是非同小可 情言的分析 传入耳朵 黑衣少女听了 脸上的表情 也不由得 变得佩服 姐姐深谋远虑 小妹远远不及 好了 少拍马屁 这次对付虚无 自然以林轩他们为主 但那件东西 本仙子是志在必得 所以接下来的准备 也不可马虎 你这下去 将事情交代清楚吧 姐姐放心 小妹 李辉的 卓宇仙子微笑开口 随后脸上却露出了一丝 质疑之色 只是 只是如何 秦远将针手转过 那姓林的小子 可也不是省油的家伙 如果一发现了这件宝物 到时候与我们争抢 却又如何 这 姐姐 我看你还是别犹豫了 既然神女有心 不如嫁给她 一切烦恼 就迎人而解 胡说 四丫头 你居然敢消遣我 秦远敲脸一红 更增绿色 却是不然大怒 袖袍一服 细色琉璃的天魔剑 由一宿中飞流而出 向对方击扯 这打闹可够惊心动魄的 随着咯咯咯的娇笑声 传出了耳朵 不知道多少座 山峰化作了鸡粉呢 姐姐 如此恼羞承诺 可真是动真心了 死丫头 还敢胡说 秦远欲少 法觉打出 然而心中却是在打出 俗话说 简不断 理还乱 情之一字 又岂是言语说得清楚 恩怨纠葛 从人界 引民到了灵界之中 自己对林轩 那究竟是什么一种态度 喜欢吗 或者不喜欢 各种滋味 他也是迷迷糊糊 说不清楚 所以才会恼羞成怒 与此同时 林轩 以为情所苦 一方面是云中仙子 若即若离态度 让他分辨不清楚 对方是敌是友 另一方面 刚才大殿上人多 秦心与育儿不好发作 回到内室 两女却开始吃醋 秦心还好说 育儿虽然温柔如故 但也不至于什么事情 都那么毫哄 毕竟这么多年的历练 也让小丫头 有了自己的主见 有些事情 是不能听少爷胡说的 金言乃于外天魔 态度又是反复长 少爷这样与他纠缠不清 可是会吃亏的 两位爱情态度鲜明 打着林轩一顿好说 林轩虽然口齿凌厉 却也费了不少唇舌 也好不容易 才哄得他们不生气了呀 真是辛苦 林轩悄悄抹一把额头的汗珠 这话幸好没有落住 奈隆真人耳朵里 否则肯定会破口大骂 三弟不知足 妻子如此通情达理 生气也只需要用言语一哄 这多么幸福啊 哪像千千那样刁蛮 当初明明说 让自己再催一百张 跪了个三天 结果都整整半个月了 还不许自己起来 自己真可怜呢 第四千零四十章 虚无化身 南龙真人的悲惨遭遇 暂且不提 与此同时 距离这里不知道多少万里 一座雄伟的魔城映入一连 此城一山而建 巍峨广阔到极点 占地百万亩 数座有黑的魔塔高耸入天际之中 如利剑指此苍穹 天色有些昏暗 附近的魔气更是浓郁到了极点 如海似渊 眼前的魔气与古魔界不同 在有黑之中 呈现出了一种苍白之色 非常的粘稠 众人欲偶 魔城之中 随处可见稀奇古怪的建筑 有的悬浮在空中 有的埋在地底深处 只剩下一个入口 其余的也都是星罗旗布 散落于魔城各处 看似杂乱 但仔细一瞧 似乎要暗合某种规则 而魔城之中密密麻麻 更有无数天外魔头游荡其中 各种等界都有 形状更是光怪陆离 一言难以说得清楚 如今攻守之势倒转 分散于奈龙界的域外天魔 大多数如过街老鼠 说惶惶不可终日 也不为过 然而这里依旧次序井然 云云无他 这里可是域外天魔的总舵 而两次大败又如何 只要虚无大人还在此处 就一定有机会立望狂澜 没错 虚无 一切正如秦妍的猜测 实力大的他们这个等级 想要陨落 亦不是那么容易 虚无在这里 可只留下了不少后手 在此城的东南角 有一座巨大的山峰 险峻陡峭 直入云霄 山峰四周 魔气缭绕 隐隐绰绰 可见一些建筑 临此至笔 充满了异域气息 山顶之上 一座辉煌的魔殿 巍峨一级 上面雕刻着魔兽 充满了恶意 栩栩如生 仿佛是守护的图腾 魔殿之上 可见一斗大的牌匾 上面龙飞凤舞的 写着几个大字 虚无 寓意古朴 上面隐隐有天魔的气息 流转而过 若是普通的修行者 仅仅看上一眼 体内的法力 就会面临着失控的地步了 轻则经脉逆转 重则走火入魔 这里是虚无魔君的老巢 所在之处 这座魔殿虽然诡异 却辉煌一级 比士族的皇宫 还要壮观华丽 占地超过万亩 到处都有天魔假释 在那里巡逻 而在殿余的最深处 几名域外天魔 单膝跪着 每一个都是形貌古怪一级 散发出远超普通杜劫 后期修饰的气息 而在他们中间 则是一巨大的高台 高台上面 安放着一王座 王座之大 让人瞅目结舌 然而上面 并没有坐着一位王者 而是一巨大的青铜棺果 在上面摆放着 闪烁着悠寒的光泽 让人闻之变色 轰 突然一声巨响传入了耳朵 那高台下方的阵法 突然运转起来 凌芒四射 灰暗的魔器 滚滚翻腾而出 砰 接着又是一声 吏吼传入了耳朵 那铜棺厚厚的棺盖 竟然飞了起来 然后重重地 落到了高台的下面 铜棺中 有一具小棺材 但也是有数长大小 滴溜溜的一转 人力而起 棺材打开 惨白色的魔器 缭绕弥漫 一具大的身影 从里面站了起来 参见大人 那几位域外天魔的强者 一起低下头颅 真是一群废物 居然让我的本体 被人灭除了 小小一个耐龙界 也供不下来 我说拿你们 还有什么用啊 那高大人影咆哮着 具体形貌 却是藏在了 魔物中看不清楚 隐隐地 围禁獠牙外露 容貌猙獰可怖 让人看上去一眼 就觉得极不舒服 手下无能 还请大人惩处 那些异外天魔 全部低下头颅 居然有人以吓得 瑟瑟发抖 算了 此事也不能完全 说是你们的错呀 都知奈隆 与那林小子 太较快了 居然能将我本体 灭除 不过他们 又哪里清楚 本魔君 早在百万年前 就修炼出了这具 魔心无悔的化身来 世人皆以为 化身是替代之物 本魔君 却反其道而行 修炼这具 魔心无悔的化身实力 已远超本体 这一次 我一定会将奈隆 与那林小子 抽魂炼破 虚无恶狠狠的声音 传入耳朵 里边充满了怨毒 我们一定辅佐大人 辅堂导火 在所不止 下面的魔尊们松了口气 看样子 虚无是不打算 追究他们的过错 这一关 总算是有惊无险地过来 好 你们这就下去 调配人手 安排禁制法术 我想用不了多久 那些修仙者 就会攻打这里 攻打此处 那些修师 有这么大的胆量 以人手 蛇身的摸尊 抬起头颅 雷战露出 不以为然之色 怎么 你怀疑我 我属下不敢 纯祸 接连两场大劫 他们又以为本尊陨落了 自然会得意忘形 想要将我们彻底赶出这小界面 如果本魔军没有料错 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还不抓紧时间给我去准备啊 上次进攻彭莱仙岛 与印宗总舵 我们吃了不少他们的阵法的孤 这一次我要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 让他们也尝尝我们 域外天魔的阵法不可 是 手下这些虚板 是 这是如何 只是时间紧迫 短短数月的功夫 即便有现成的不正器具 一些厉害的禁制 也是无法成行啊 以双头天魔为难的声音 传入耳段 连带着畏惧之色 但这件事情真的是无可奈何 但虚无并没有发火 嗯 你言之有理 本魔军也不是不讲道理 那就放弃那些上古尽致 多布置一些灵活好用的小型阵法 这些阵法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但只要数量够多 一样能让那些不止天高地厚的修士喝上一壶 除此以外 再多准备一些天外魔兽 哼 我们天外魔狱 这些低级魔兽可只数不胜数 就是被灭杀再多 也不会感到心疼什么 这一次我一定要让林玄与耐龙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虚无魔军恶狠狠地说 大人放心 我们这就下去安排 绝不会有巫师的 好 还有萨洛在此界面的其他族人 也全部召集回来 一起守护总舵 这样还可以迷惑那些修仙者 大人英明 我们一定会安排的 拖拖当当